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西方美术的课堂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讲到的是关于巴洛克艺术 那么当然在艺术史上呢 我们说巴洛克可能有巴洛克美术 以及巴洛克音乐 然后在巴洛克美术里面还有 比方说巴洛克的雕塑绘画建筑装饰等等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巴洛克雕塑 大家已经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区别 因为我们上一堂课在讲到米开朗基罗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是文艺复兴的雕塑 那我们说米开朗基罗 他的这样一种非常宏大的英雄主义的力量的表达 但是呢到了巴洛克 我们会看到文艺复兴它也很震撼人心 可是呢巴洛克的震撼人心可能是另一个层面的 它有一个极强的一个视觉的冲突 然后人物的表情 然后还有动作 所以说它才从另一个角度或者说和层面 然后达到一种震撼人心的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 好 那么巴洛克艺术呢 因为它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 所以我们看见它的时间是在到17 18世纪 在整个欧洲呢都非常非常流行的 那么巴洛克这个词 它的意思就是 畸形的珠子的意思 什么叫畸形的珠子 那么也就是差不多是在巴洛克之前 人们的欣赏或者说人们的审美 是对于一种比较圆润的 几何化的珠子的欣赏 人们会觉得那种很符合 比方说正圆形 这样的一种曲线的这样一种美 可是呢 我想也许是一种审美疲劳吧 也就是我们对一个规则的 一个形状的东西 当你追求到一定程度 让它再美你也不觉得美了 然后人们就突然发现 那种畸形的 或者说是奇形怪状的这种珠子 当然有人会说 它有点焦柔造作 因为它的形状 这样一种异形的 这样一种形状 就突然会在一个审美疲劳的状态 突然地吸引人的注意力 所以其实呢 今天因为讲巴洛克 所以我也带了一个是 相当于是硬形珠子的 这样一个项链 我们来硬核配合了这样一个 巴洛克的美术的这样一个形式 好 所以说 奇形的珠子最开始 奇形这个词 其实它有一点点贬义 也就是人们会觉得 这好奇怪 或者说好娇柔 好造作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地呢 它又成为了主流艺术 而且这个主流艺术呢 它最后 甚至是从意大利 传遍了整个欧洲 大家可以看到 在法国家具 雕塑 筑铜 以及宫廷装饰 甚至包括庭院设计 然后全部都有 成为了巴洛克的 这样一种风格 所以后来呢 当然因为在法国流行的时候呢 是路易十四 或者是路易十五当权 所以有时候会把这个艺术样式 叫做路易十四 或者路易十五 但是呢 巴洛克的起源 其实是意大利 然后这其实还是在 文艺复兴的这样的一个 潮流的这个之后 然后在意大利 还是整个欧洲的 这样一个艺术的中心 所以它的发源地 是在意大利的 好 那么提到巴洛克呢 我们必须提到的一个人 就是贝尔尼尼 当然翻译有时候 我们叫贝尼尼 那么贝尔尼尼这个人呢 他其实小的时候啊 也是一位天才 然后据说呢 大概只有八岁左右的他 被人带到教皇面前的时候 他就为教皇画了一幅书写 结果教皇当时很吃惊 因为画得很形象 很生动 而且只有八岁 所以教皇当时就惊叹到 哇 他会不会是下一个米克朗基罗 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 在整个包括整个欧洲 因为当然呢 因为意大利是艺术的中心 所以在法国 英国等其他地方 他们的艺术呢 是落后于意大利的 而且呢 意大利也是当时的 整个教权的中心 所以说教皇当时呢 因为米克朗基罗之后 所有人都觉得 再要有人想超过米克朗基罗 真的很难很难 因为米克朗基罗 已经把那种震撼人心 一直到震撼到 人的灵魂的作品 都被创造出来了 所以人们觉得 怎么样可以超越米克朗基罗 在很长一段时间 可以说是无人能超越 然后直到贝尔尼尼的诞生 而且在八岁的时候 教皇就已经说 哇 他会不会是下一个米克朗基罗 结果事实证明 他真的成为了下一个米克朗基罗 然后整个梵蒂冈宫 圣彼得大教堂的主教堂 后来的内部装饰 基本上全部由贝尔尼尼设计完成 所以非常非常有天才的 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而且呢 他也非常自信 因为从小就已经才华 得到了教皇的认可 所以他说 他说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错误地着过一刀 所以大家就去看一下 这其实是非常自信的 一个人的表现 那么达芬奇其实在他年中的 年老的时候 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这辈子 我没有完成过一件作品 当然呢 这个是包括 没有完成过一件设计 因为达芬奇他所有的作品 都不能工作于世 而且他只能在草稿当中 只能留在他的手稿里 他没有办法说 真的把它做出来 所以说呢 达芬奇的遗憾 就在于 他说我没有真正地 完成过一件作品 所以这也是他的 当然不叫做他没有自信 但是呢 确实是那个时候 一个很大的遗憾 当然也可能是 这种时代和宗教背景之下 所造成的 但是呢 到了贝尔尼尼不同了 他可以这么自信地说 我没有错误地 做过一刀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有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啊 他说贝尔尼尼 他的雕塑 最容易创造的是 把人物情感 那种冲突 造得非常的强烈和激动 然后整个人物是飞舞飘忽 具有极其富丽堂皇的巴洛克风格 好 下面我们就从他的雕塑作品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句话吧 这里还有一句话 然后这句话是 曾经有人形容贝尔尼尼的 这样的一个天赋才华 因为贝尔尼尼呢 他非常想制造出一种 符合于巴洛克的这种 戏剧冲突的这样的一个 就像我们在看一部电影 然后那个电影达到 那个戏剧人物最高潮 最紧张的时候的 那个这样的一个 让人最紧绷的那种阶段 所以他的雕塑作品 就力图达到 在小说和戏剧当中 所产生的效果 但是大家会觉得 那么雕塑是一个禁止的 他你怎么交错 不管是人物众多还是怎么样 但雕塑毕竟是禁止的 他如何去表现激情呢 所以贝尔尼尼就很着迷地 想把这些东西 融入到他的雕塑作品当中 然后在当时的这个意大利 在罗马 然后贝尔尼尼就参与了 非常多的艺术创作的设计 所以就有这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他说大剧院上演了一出大戏 其中不仅是他画的 雕像是他雕的 机械是他发明的 音乐是他谱曲的 喜剧的剧本是他写的 就连剧院也是他建造的 好大家看一下 贝尔尼尼是不是也是 像一个全才式的人物啊 他甚至写剧本 然后他布置舞台的布景 灯光 然后加上甚至是音乐的谱写 然后上面的机械设施 所以就所有东西都由他一手完成 就好像他又是导演 又是演员 然后又是这个舞台布景 他所有都可以参与 连剧院都是他建造的 所以他会把所有的这种戏剧冲突融入到他所有的艺术创作当中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副他最著名的雕塑作品 也就是这一副叫做阿波罗与达夫尼 好那么这一副作品呢 他其实描绘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 他描绘的是太阳神阿波罗 那么太阳神阿波罗呢 他其实擅长使用弓箭 而且呢 他使用弓箭 基本上也是成为一个 就是用弓箭射杀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一个 像类似于巨蟒一样的怪兽的东西 然后他用弓箭射杀他以后呢 就也成为英雄 然后当他凯旋而归 就在路上非常开心拿着他的弓箭的时候 结果呢 他遇到了小爱神丘比特 好大家知道 丘比特是不是也拿着箭啊 也是擅长拿弓箭的对吧 但是阿波罗这个时候呢 因为实在是太自信满满 甚至达到了自负 然后他看到小爱神丘比特拿着弓箭 他就嘲笑他 说你一个小孩子拿着箭 在那耀武扬威干什么 结果呢 小爱神听到了就 现在开始是不作声 然后他想 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的 好 结果呢 小爱神就跟在阿波罗的身后 然后突然呢 就看到阿波罗走着走着 他即将遇到和神的女儿 达弗尼 好 结果小爱神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拿出他的金箭 设了一只 设向阿波罗 我们知道 如果谁被小爱神的建设中 是不是他就会 对他遇到的下一个人充满爱意 这就是小爱神 为什么得到爱神 这个这样一个名字的 称呼由来 可是 不为人知的是 小爱神 其实是有两种箭 它有一只是金箭 那么当金箭射向你 你就会 立刻充满了 爱情 爱意 会爱上你 遇到了下一个 下一个人 好 但是小爱神呢 其实还有一只箭 叫做千箭 那么千箭呢 如果射向谁 这个人他其实是拒绝爱情的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会知道 都以为小爱神 射出了所有的箭 都是代表的爱 其实不是 那么千箭就代表拒绝爱 结果呢 这时候小爱神呢 就很坏坏的 然后就把一只千箭 射向了达弗尼 把金箭射向了阿波罗 结果呢 就造成了 阿波罗看到达弗尼的时候 他就狂热地 爱上了达弗尼 结果呢 达弗尼因为被射了千箭 所以说他就拼命地拒绝 阿波罗的爱 然后就跑得远远的 然后结果呢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 我曾经看到有资料当中说 这就是一个泡妞的故事 也就是阿波罗不断地 就追逐达弗尼 结果达弗尼呢 就拼命地跑 拼命地跑 他拒绝爱 然后最后跑到什么程度 最后呢 因为女人跑得慢一点 对吧 男人跑得比较快 结果阿波罗就快要追到达弗尼了 结果达弗尼就感觉到很绝望 这个时候达弗尼就向他的父亲 和神求救 他说父亲 请把我变成一棵月桂树吧 好 结果父亲呢 听到了女儿的请求以后 就真的把它变成了一棵月桂树 然后我们现在在看到的 雕塑的情景就是 阿波罗已经即将追到 或者说手触碰到达弗尼 就他即将成功 但是呢 这个时候达弗尼却被正好 在转变成一棵月桂树 所以大家会看到达弗尼的下面的腿部 他就和这个树的 就像那个树皮树干正融合在一起 然后正在变形 然后等于会有放大的场景 放大的图片就可以看到 达弗尼的手已经开始长出枝叶 变成树叶 所以手也在变形 腿也在变形 只是呢身体的中间部分 脸部 身体躯干 还保留了一部分人形 所以他是正在变形的 然后结果阿波罗呢 就没有办法 就即使能追到达弗尼 但是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结果这个时候呢 阿波罗就 无可奈何的 就看着达弗尼变成了月桂树 然后呢 他就把那个月桂树的那个汁叶 就摘了几根下来 然后编成了一个花环 戴在头上 然后我们说有一句话 是不是叫做头戴桂冠 结果头戴桂冠什么意思 其实是胜利的意思 对吧 可是我们这里会看到 阿波罗头戴桂冠 他胜利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得到达弗尼的爱 所以他只是无可奈何的 以这个方式代表 好像我也得到了 达弗尼的一部分 得到了这个人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失败的 他其实阿波罗是失败的 但是这句话流传到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 几千年的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说戴桂冠 其实胜利的意思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 这样一个寓意的变化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 也挺有意思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贝尔尼尼就创造了一个 极强的一个戏剧冲突 所以我们在看到 这一幅作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好像读到那个故事 读着读着说 他马上就要得手了 他马上就要成功了 结果突然的功败垂成 然后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得到 然后就是达到了一个戏剧最冲突 就像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 一个最有矛盾冲突的一个戏剧化场景 那么贝尔尼尼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 雕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然后把它描绘了出来 好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雕书的一些细节 一些细节 然后我选取了不同角度的 不同角度 然后这幅作品呢 实际上在当时被创作出来以后 大家都觉得哇 这样的作品真的可以激动人心 然后甚至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主教 当时看了这幅作品 他说 我绝对不敢把这幅作品摆在我家里 因为这个 这个在这幅作品里面 有太多可以撩动人的情绪 情感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他说我都不敢在家里去看这幅作品 所以大家会看到 巴洛克艺术 那么他所讲究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触动我们的一个用极强的一个矛盾的戏剧冲突 然后触动我们的神经 而且呢 他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那个视觉神经上 就是一个视觉的这样一个极端的一种人物的姿态 或者说是这样一种包括表情 然后表情呢 等一会我们又会看一下细节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里呢 我选了几个不同的姿态的 不同姿态 特别我们看这一幅 我们去看达弗尼的神情 我们看达弗尼真的就好像要往天空 攀到天空上去 因为他要 他想让父亲把他变成月桂树 大家可以去想象他的心情 就这个女人他会拒绝爱到这个程度 但是一般从我们正常人来说 我们都是向往爱 不管所有的男人和女人 我们向往的都是对于爱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渴望和追求 可是呢 我们看到他为了拒绝爱 他拼命的 拼命的跑 然后最后跑到 最后你会觉得 他如果跑到无处可跑的时候 他就只有往上跑 往天上跑 然后就甚至要攀到天上去的 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拒绝爱的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表情 好 我们再看这一幅 再看这一幅 然后因为达弗尼拼命的 拼命的跑 然后阿波罗在追的过程当中 他甚至要随着达弗尼 要跑到天上去了 所以你会看到就两个人 就好像即将就要腾空而起 所以在这样的 巴洛克在贝尔尼尼 这种雕塑作品之前 没有作品可以在人物当中 达到这么大的知识动态 没有办法有这么强的戏剧冲突 所以这个雕塑虽然是禁止的 可是我们看到的 却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 所以这是贝尔尼尼 他在选取表达这样一个动作姿态的时候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出色 好 下面我们会看到的 这一个放大图 我们看到达弗尼惊恐的表情 极为惊恐 可是虽然脸部表情很惊恐 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头发 好美的头发 然后头发就正在变成树叶 然后头发变成树叶的那个形状的变形 我们看 因为头发它从发丝 稍微卷取的发丝 然后变成从 就像是丝状变成片状 然后这种从视觉上 你会觉得极美 这个变化 你就觉得它其实 这真的是一种技巧的炫耀 雕刻技巧的炫耀 好 然后我们从这个 阿波罗的这个侧影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是我们看到非常俊美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放大图 好 这里我们会看到 这个枝叶的变形会更清楚 然后它的手也变 除了头发在变 然后手也在变 然后手就慢慢地变成了树枝 树干 很美很美 这一张雕塑的细节 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好 我们再看这一幅 然后这是阿波罗 好 侧面的阿波罗已经很英俊 但有一天我在找到 这张图片的时候 哇 我觉得这简直是阿波罗的美颜照 太美太美了 然后包括整个面部的这种细腻和光感 好 所以说巴洛克艺术呢 它实际上有一个 在视觉上 它可能不一定是在内容上 因为米开朗基罗的雕塑 我们会很明显地感受到 它一种内在的那种英雄主义 然后人的力量的蓬勃 迸发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实际上是从内在精神上 从内在爆发出来的 但是呢 贝尔尼尼的作品呢 它实际上更多的可能是一种 视觉的炫耀 然后让你觉得眼花缭乱 然后整个那个雕塑板的面前 哇 头发变形 然后脸部的巨门 你简直不知道看哪里 好 然后和这幅作品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这幅作品 然后这幅作品呢 叫做《普鲁童与帕尔赛夫列》 好 普鲁童与帕尔赛夫列 也很有意思 普鲁童呢 其实是宙斯的弟弟 然后宙斯呢 就给他的弟弟呢 封成了是明王 也就是地狱之王 他是明王 然后帕尔赛夫列 其实是宙斯的女儿 然后宙斯呢 有一次呢 就和他的弟弟呢 就达成了一致 就是说要把 他的女儿帕尔赛夫列 许配给他的弟弟 也就是许配给明王 可是呢 这个消息并没有告诉他的女儿 好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普鲁童就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消息 就是这个消息 还没有对外公布 好 结果普鲁童呢 有一天就想 好 我偷偷地看一眼 我未来的妻子吧 就趁帕尔赛夫列 有一天晚上 正在散步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普鲁童呢 就把大地裂开了一条缝 然后他就偷偷地看了一眼 帕尔赛夫列 结果这看了一眼不大惊 只因为在人群中 看了一眼 结果普鲁童是在地缝里 看了一眼帕尔赛夫列 结果呢 他就发现 帕尔赛夫列非常年轻貌美 他说我实在等不到 结婚那一天了 我现在就要得到他 结果呢 普鲁童就从那个地缝当中 一下子窜出来 就把帕尔赛夫列给抢走了 结果帕尔赛夫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 他即将抢他的这个人 就是他以后的丈夫 他也不知道自己即将结婚 所以说呢 他非常的惊恐 一个很年轻 很柔弱的这样一个少女 结果呢 他被一个很强健的一个男子 大家一起去看 他讲的非常强壮 因为他是冥王 他的冥王 所以这两个戏剧冲突 一个很粗重 一个很粗大和健硕的身体 然后和一个非常柔美 天细的 一个非常女性的 这样一个 有点像阴啊阳的对比 然后特别我们看这一张照片 这张图片 然后帕尔赛夫列的扭曲的那个身姿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很强壮 然后一个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个对比很强烈 所以这其实相比而言 这一副可能比上一副 阿波罗里·达夫尼的 那个戏剧冲突还要大 所以贝尔尼尼就很擅长于 在这样的雕塑作品当中 去融入故事 所以这样的作品 你在看的时候 你觉得 你看着看 你觉得像在读一个 在看一场演出 或者在读一本戏剧 在看一本小说 所以能够使雕塑达到 这样的一种戏剧冲突 这样一种视觉的 极大的那种炫祸的 这样的一个技巧的 这样最早达到的 就是贝尔尼尼这个人 所以后来他创作出的 巴洛克艺术 也有一点受指责的是 因为这样的故事 都没有任何的思想内涵 然后人们觉得 这样的故事 这种抢婚 然后这种泡溜泡不成 然后这种故事 怎么能够登大唐之雅 当然和米开朗基罗比起来 他一点都不宏大 然后这种题材 实在是就是非常的 人们甚至觉得 有点贪图 享乐 贪图 这种声誉等等这样的 但是从视觉上来说 他又确实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包括我们看这两张 我故意选择几个不同的 视角比较大的 然后特别这一张背景 其实这张我特别喜欢 他那个人物姿态的扭曲 然后特别是这里面 我们会看到这里 其实还有一条狗 还有一只狗在这里 居然夹了一只狗 然后当然名神 本来名王就是带着狗的 然后那个狗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狗在这里 其实是加入了声音的效果 因为视觉上 你已经看到 这种抢婚 扭曲 强占 挣扎 好 然后那个狗在这里 而且是个三头狗 然后这个三头狗 它在这里 它一定会叫 对吧 你就会觉得 然后配到狗的那种 叫的那种挣扎的声音 你会觉得这个场景 哇太热烈了 然后甚至有点害怕 有点恐惧 所以这种戏剧冲突感 是非常非常强 这样的作品 好 他说名神强扭着大步前冲 帕尔塞弗涅惊恐地扭曲挣扎 地上冷生生地跑来一头胸狗 看的人几乎能听到两个主角发出的声音 奸细与出众 求术与强占 混淆与纠缠在一起 空气已被拙裂 好 我们看到仅仅是两个石头的在一起的这种雕塑 两个人物 居然可以创造出这么强的戏剧的 视觉的这种冲突 好 我们下面再看这一幅 这幅放大 放大到我们看看这里是什么 帕尔塞弗的那脸 是眼泪 居然是泪水 大家看 贝尔尼你已经 不光要雕刻这种 从视觉上来说 就是人体肌肤肌肉 然后整个骨骼的 这样一个动态 极大动态的描绘 但是细节他也不放过 他居然把 在绘画里面都很难表现的泪水 他居然用雕刻来表现 所以大家去看这个难度技巧有多高 好 我们看这一张放大图 这张放大图呢 出自BBC一部影片的截屏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一张图 大家会看到 这个在强占的 这种极端动态的 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手 扣进皮肤里的 这样的一个质感 都被表达出来 这在贝尔尼尼之前 没有人可以表达出 如此的细节 然后我记得上一堂课 我们讲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我们大卫有一个细节 是可以看到 手上的青筋 那个细节已经做得很好 可是我们现在看 贝尔尼尼的细节 我们会看到 手上的筋骨 然后包括手 嵌入到肌肤里面 微微凹进去 这种肌肤的感觉 所以有人觉得 贝尔尼尼尼就好像在 把那个大理石变得柔软了 变成像橡皮尼一样 可以任意揉捏 你甚至看到这样的照片 你都很难想象 哇 这是大理石的雕刻 这是石头的雕刻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 最后一章 好 这一章呢 我们会看到的 一个更大的方大图 还是手和肌肉 那么手和肌肉的 这个力度的表达 嵌进人的皮肤里面 这个细节实在是 我觉得我们好好地 欣赏一下就好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是 关于贝尔尼尼的雕塑作品 我们会看到贝尔尼尼的雕塑 已经刻画到了一个肌肤脊 这种肌理的细节质感的描绘 所以在贝尔尼尼尼之前呢 是没有雕刻家 可以做到如此的微妙微巧 所以大家去想象一下 为什么当时的主教大人说 哇 这种雕塑 我怎么敢把它放到家里 那你放到家里的时候 会引起你太多的思想情绪的 这样的一种激动 所以这就是巴洛克艺术 那么在巴洛克艺术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 视觉所给你造成的 一种极端的 这样的一个戏剧和冲突的 这样一个表达 所以它的主题也很庞大 也可以激动人心 可是呢 它和文艺复兴的 这样一种内在灵魂的 精神上的振动呢 是不一样的 它完全是视觉的愉悦的 或者说有人说是一种 视觉的盛宴 好 那么下一堂课 我们还讲巴洛克艺术 但是呢 我们会从 贝尔尼尼的其他作品 来再看一下 比方说它的 在建筑 以及在装饰 这样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些 另外的创作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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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